刚进来的时候就是院正在做一个方案 叫做数位国家创新经济 DigiPlus 它是一个八年的方案 所以也是Echo Colin刚刚讲的到2025年的一个预先的一个想象 那那个想象里面 我进来的时候其实方案的大架构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我在那个封面页上面 对于这个方案的一个心态 有一个基本的调整 这个调整是这样子的 DIGI嘛 四个字 它第一是讲的那个Digital Infrastructure 就是我们现在放在数位建设里面的最基本的宽品 然后最基本的 我们接下来要教大家有变成跨领域的人才的一些 好比像说机器学习的设备 学校要翻转数位融入教学的设备 这个是目前已经先做了的部分 但是它后面的三个IGI 那分别就是Innovation Governance跟Inclusion 那Innovation就是在创新的部分 我们会希望不像是以前是说 保工部门什么都最懂 我们来指导这个业者要怎么往哪两三个方向创新 比较不是这样子 产业的创新不管是就是5加2产业创新 还是其他的产业的创新 它底下都有一个共同的创新的基础 这个基础是我们能够照顾到的法规的调试 平等这些 但是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创新 我们会希望是由民间的朋友们 用刚刚所讲的方式汇聚一些共同的想法 共同的需求之后来告诉我们 然后政府是跟大家一起往前 不是说我指定了方向 然后大家跑在前面 不是这样子 是说我们一起学习 互相学习 这是Innovation 但是为了要照顾这种新的 我们叫做互相学习的创新方式 我们Governance 我们治理的系统必须要改变 我们在以前的治理系统呢 其实真的很像传统公司的 那种就是集体的在某个 就是比较窄的一个讨论范围里面 去进行决策 然后接下来再去进行细部的规划 但是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慢慢引进 我们叫做多重利益关系人 Multi-Stakeholder的这个模式 其实政府不管决定什么政策 各位都是利益相关的朋友 那不管各位在什么情况下 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在最早期 在中间 在后来知道的朋友 都能够进来一起跟我们做议程的设定 这个是Governance部分的一个创新 那最后就是Inclusion Inclusion就是涵容 就是我们要在创新的过程里注意到 我们不要牺牲掉公平 不要牺牲掉一部分的人 成就另外一小部分的人 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希望跟公民社会的朋友们 一起来进行这样子 对于技术的对话 这个刚刚已经说过了 所以DigiPlus的这个方案 它就是在展现说 我们在这次 真的是希望接下来的八年的这个时间 不再是就是政府说了算 然后政府觉得最懂 而是说我们懂的部分 我们跟大家分享 那各位懂的部分呢 跟我们分享 然后呢我们一定就是会听进去 然后一起进行讨论 进行沟通 那我觉得这个是大的方向 那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之中间呢 就是DigiPlus的方案的细节 会慢慢慢慢地释出 那中间有任何想法也就是让我们知道 谢谢 是 这台湾的企业跟制造一定要主动 对 政府愿意回应大家的需求 企业也愿意回应大家的需求 但是如果我们不主动去拥抱数位经济的话 这个机会就抓不到了 好 我们开放第二个问题 你们用中文问也可以 因为我们大会有提供贵宾的口译 那位 又是一位帅哥 这次你怎么没笑 所以大家勇于举手 男的一定是帅哥 女的都是美女 非常高兴有听到我们的政务委员 终于点出一个数位的一个framework 对于政府及公民 这个沟通管道的一种做法 可是我个人觉得过去这几年 有一个对象都是被忽略 甚至被挤压的 就是法人 法人包括什么 包括企业 因为我们的政治需要选票 选票是来自每一个公民 可是企业法人 工会 协会 过去的政府会听我们的意见 重视企业 可是企业在你的framework里面 到底有没有被包挂在里面 它的分量跟百分比又是多少 是不是请你说明一下 谢谢 好 谢谢 我想请政委 当然没有问题 刚才说了 就是说公民社会擅长的是inclusion 是照顾到 好比如说台湾有很多NGO 有很多社会企业 它能够照顾到这个偏乡的一些需求 我们做长照 我们不得不跟他们 就是有一个由他们来带领我们 告诉我们说 怎么样能够接触到更多大家实际的需求 这个是事实 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牺牲掉法人或者牺牲掉大企业 法人或企业专注的是innovation 是创新 是怎么样用更好的更有效率的方式 来不但是让台湾能够走出去 能够让全世界能够看到说台湾能够提供一些在价值链上面 就是真的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确实在就是多边或者是双边的这个讨论上面 我们是靠着就是各位的工作 才能够去告诉其他的国家或其他的地方说 台湾的存在非常重要 对大家非常重要 所以这一点我们并不会把它在数位国家创新经济方案里面 有任何的排除在外的情况 事实上在DigiPlus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会把刚刚讲到的Digi是分成不同的组的 也就是说不会像在以前那样子 就是说混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是变成我们明明在讨论一个就是纯粹的经济性的议题 但是呢出现了这个 就是其实跟这件事情不一定非常相关的一些声音 那或者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个 其实明明就是照护性的议题 但是呢也跑出一些不太相关的声音 也就是说我们会希望说有一定的程度上面是让真的懂的 有第一线经验的人来让我们实际的在院里面的 不管是幕僚还是我们这些政务官 知道大家在第一线到底是碰到什么问题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在这个聚焦的过程里面 是一个彼此互相信任 而不是突然之间就会有破坏信任的情况 像您刚才举到的一些比较民粹式的情况 的这样子的发生 我们是在设计这样子的沟通方式 这样子的沟通方式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排除性 然后在创新的这一部分 就像我刚才讲的 是各位很多时候是比政府懂 我们是向各位学习的 好 我们接下来开放第三个问题 来 有没有女孩子 没有 好 我们还是帅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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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非常非常非常现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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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here the growth of business like Amazon is often often predicated on the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 a given environment and as we know Taiwan is still a little strict on online transaction, third-party payment, market entry, modality so to your knowledge what are some of the areas of improvement that you see in this in Taiwan's regulatory environment 好,我最后一小段,小半句没有听到,可以最后一句话 would you like to repeat your last part of your question about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yeah, so what are some of the areas of improvement that you would recommend you would advise on regulations? right, so that's a great question we've been working on a lot of related regulations in our experience, like since I joined the cabinet last October one of the main changes in the regulatory structure, not to say specific regulation is that there is an advanced 60-day announcement period on all the regulations and all the laws that pertains to trade and I think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previously there was like 7 days or 14 days and the regulation just passed and just in a snap everybody has to adjust to the new regulation and there is no way for people to put the brakes or to change the steering wheel but now because all the regulation, all the laws relating to trade is announced publicly for 60 days there is no sufficient room for the issues that you cited for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concerns about adaptability, about the application, about any issues and there is quite a few laws and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Foreign Talents Act is a great example because Taiwan has this new Foreign Talents Act that encourages especially entrepreneurs but also established enterprises that want to hire like foreign talents who are now like digital nomads, they may do, you know, short consulting gigs they may switch between many different companies and so on because they have now all their production tools with them so the employee-employer relationship is now changing so the existing law does not actually include this kind of new relationships where you still have to get a visa which is structured very stringently and so on forcing many Taiwan enterprises or start-ups to place their R&D labs or centers overseas just because of our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nd of course all the regulations around Asia is adapting to this Singapore is a great example but because in our situation we have a 60-day discussion period online there is a lot of foreign talents themselves like stakeholders themselves who never really expressed their ideas before just came in and expressed their concerns on all the, you know, different issues all the different trade-related issues, commerce-related issues, healthcare-related issues all kinds of issues that they expressed and we did adjust the law to the draft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with not just the foreign talents themselves but also the employers who are trying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and recruit them and so on so I think going forward and including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Act including all the other acts that's going to affec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so on we're going to deepen this process not just 60-day free-for-all discussion with government replies but also for like really important things like sharing economy like drones like, you know, and vehicles including autonomous cars and things like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this, you know, Uber-like discussion process where people can affect the regulation not just looking at a bill and say, you know, this works, this doesn't work but also before the bill begins to steer the government's general direction on the bill toward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includes everyone including your voice, that's the idea just looking at climate change and here's the idea we need to address data